家里午饭已经做好了 一行人回到家 饭桌上一溜菜品丰盛 清蒸排骨 酱猪丑 五花肉炒菜叶 香味引人垂涎欲滴 味道是真好 没想到野葡萄酿出来的酒 这么好喝 好喝你就多喝点 家里还有 回头我给你烧上一坛 福娃娃 你家竟然还藏了酒 不是全卖给我的吗 还剩多少 待会我都带走 那是我家剩的最后一点点了 不卖 留着自家人喝 干嘛不卖 有钱你还不赚 先钱薪嘛 你是不是傻 再说了 你们家要是想喝 明年多酿点 到时候也肯定给你们留点 四千多台 足够你家卖上一年的了 你可以安排下去 把酒馅料 每个月就卖十坛百坛的 物以稀为贵 那些有钱人肯定疯强 到了明年葡萄季 刚好能接上新的酒开坛 这番话 恰好是他老爹跟他说的 福娃娃 之前问你的问题还没有回答我呢 玄纸确定在清河边上了 你有什么意见就赶紧说 不然等到洞宫再想改 那就来不及了 不过酒坊建在河边上 得做好防训 地基打得高一些 天气万变 去年刚大汗 谁知道以后会不会有殉情 提前做好预防 也就是多花些功夫的事 这事 到时候 我会跟动工的人说好 柳玉生想了想 走进千万金跟前 伸出小手 搭上了他的手腕 你这小丫头骗子 学了几天医理 还真把自己当大夫了 这是给小爷诊脉 诊出什么来了 小东家 你若是信我 回去以后找个 医术高明的大夫看看 对你绝对没有坏处 喂 诊出什么来了 小爷是胖了点 但那不是病啊 若咱不是合作关系 我才不会多管闲事 你以为你只是胖啊 你是中毒引起的虚胖 要是你置之不理 我敢断言 你活不过十五 你自己的命 你自己想清楚 要不要用来做毒 我